女歌手三一纯是继张碧城后最红的好生意冠军 她在2020年11月夺冠兵正式出道 到现在为一年半时间 在这十几个月 她在娱乐圈的支援全面开挂 登上了许多闪光的舞台 也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今天我们来盘点三一纯夺冠后的十大最高光时刻 第一 给张一某演唱推广曲 2020年还在好生意比赛期间 三一纯翻唱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就成功出圈 感动了无数人 就连大导演张一某都为之所动 11月26日夺冠后不久 张导特意邀请她为自己的电影作品一秒钟 重新演绎了这首歌 作为电影的推广曲 从这件事情 可见三一纯未出道就已经先走红 而且是大红特红 第二 推出首支原唱单曲 12月8日 夺冠后不到一个月 三一纯受邀 为电影《沐浴之王》演唱了情感主题曲 《你的珍藏》 这也是她首支原唱的影视歌曲 歌曲一经推出 就受到歌迷的追捧 在各大音乐排行榜都居于潜力未知 第三 江龙天赤的声音 天赤的声音是一档中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 在浙教卫史播出 第一季在2020年推出 以飞行音乐合伙人和常驻音乐合伙人组成的形式 来重新演绎金曲 2021年1月15日 三一纯加盟天赤的声音第二季 担任飞行合伙人 这是她在好声音结束后 第一次参加热门的音乐类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 她和袁雅维 胡彦斌等人进行了合作 演唱了《夏雨天》 不必在乎我是谁 等金曲 第四 参加说唱听我的第二季 2021年7月18日 三一纯开始和湖南台进行合作 以常驻嘉宾参加了说唱音乐综艺节目 说唱听我的第二季 展现了自己出神入化的唱功 和超越年龄的说唱技巧 在这档节目中 跟她一起担任常驻嘉宾的 还有实力唱将胡彦斌 龚琳辣 吴克群等人 第五 加盟爆裂舞台 2021年8月 三一纯加盟了爱奇艺出品的 音乐人静演真人秀爆裂舞台 在这档节目中 专门针对有实力的年轻女歌手 节目主力人是内地天后歌手韩红 第六 参加《我们的歌》第三季 东方卫视《我们的歌》是一档叫好叫做的音乐综艺节目 以前辈歌手和年轻歌手搭档演唱的形式 赋予老金曲新生命 节目在2019年推出迅速走红 成为现象级的综艺 2021年9月 三一纯以新生歌手身份 加盟了《我们的歌》第三季 三一纯获得了年度最具潜力歌手大奖 这是她出道以来的第一个重要的音乐奖项 这是华语乐坛的一项盛世 集合了QQ音乐 酷狗音乐等音乐排行榜的数据 汇集了蔡依林 吴清风 邓紫棋 甚至周杰伦等一线猛人 在高手云集的情况下 三一纯能够夺得年度最具潜力歌手大奖 是对她一年音乐成绩的高度认可 很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TMEA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拿到TMEA给我的这个奖 这一年很感恩吧 谢谢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 第八参加跨年晚会 中国各大电视台 在每年的12月31日晚 都会举行跨年晚会 受到邀请的 都是实力和人气兼具的明星 出道一年的三一春 在2021年收到了两个重量级电视台的跨年邀请 江苏卫视和中央台 第九推出首张专辑 2022年1月2日 三一纯的首张专辑勇敢额度正式发行 收录了包括另一种答案 雨后日记 逆明星等在内的十首歌曲 可以预料 这张专辑 必将帮三一纯收获更多的音乐奖项 第十 参加深深不息 2022年4月 三一纯作为内地信声歌手代表 参与录制港月进唱节目深深不息 这段节目由湖南卫视和TVB联合制作 并在两大电视台共同播出 节目邀请了林子祥 叶倩文 李克勤 杨千华 李健 等乐坛居心 还有周笔唱 毛吴毅 严明星 等中声代 新声代歌手 可谓阵容强大 星光灿烂 这是三一纯第一次密集演唱粤语歌 但它展示了惊人的语言能力 以诗诗入扣的唱腔 贡献了爱与痛的边缘 分分钟需要你 这么近 那么远 为你钟情 等经典乐语歌 受到歌迷的普遍好评 以上这十大荣誉时刻 只是三一纯出道一年半的成绩 以它的强大唱功和优美音色 相信将会贡献更多的高光场面 它一定会在未来的华语乐坛 书写下龙墨中彩的一笔 Zither Harp 云云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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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云涵云